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麼那麼黃呢 可能我本來就這麼黃 我的音樂 抓得必 大家午安 晚安 晚安 改不回來我的 打雙腹毛病 欸 順便來問大家 口紅 哈哈 我最近一直在買口紅 可是我 拿不定主意 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買的東西 我最近 買了很多口紅 可是 很多我想買的顏色他們都沒有貨 所以都要等 就是 欸我拿掉的 最近迷上的口紅 明明就是一個一直在戴口罩的 詩詩奇 謝謝HoinSong的米卡謝謝 然後 反正就是這樣子 謝謝阿俊的帶你去流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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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呢 最近買了很多口紅 然後 就是 我 最近 因為不是情人節嗎 然後就有很多 分貴就是有 就是他們有在做活動 然後 我就買了一個 情人節禮盒給自己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把它關起來 應該是說 其實 這是我 情人節 當天買的嘛 因為它只有情人節可以買 然後它是長這樣子 然後它裡面就是 裡面就是 可以 就是分享給大家 就是如果你們有男女朋友的話 就是 情人節可以去逛這種 欸 喔這樣啦 情人節可以逛這種就是一些 可能 因為它在 專櫃裡面算是比較沒有 那麼貴的一個牌子 然後 它有時候情人節都會有促銷之類的 就是大家可以去逛一些促銷的地方 然後可能就會有一些 比較便宜的 組合可以買 柯柯 然後 我就會看到 因為我起初會看到 是因為 王一家不是送那個 情人節禮物給我嗎 就是他送了一個那個 Starbar的那個 檸檬派給我 然後用那個Line禮物 你可以就是傳訊息送給你朋友 然後你就拿著那個 兌換券去 就是去那個店 兌換你的禮物這樣子 然後他就送了我這個 然後 我一開始本來沒有就是 想太多 我就想啊謝謝這樣子 我要把美肌開場一點 不好意思 然後 後來我就 然後 不小心手間就 點進去 開始逛 就是Line禮物這樣子 然後 就逛到很多很讚的禮盒 然後我就 買了這個方案 你看他還送了一個 就是他除了 他裡面 喔謝謝波喜大拇指 加入 付費我的粉絲團 謝謝 就是他這個禮盒裡面 其實他只要700多塊 他一支口紅大概就是 七八百塊 我覺得在 在專櫃裡面算是挺平價的一個 口紅 可是他還是有點貴 就是對學生來說 所以我那時候 高中買的時候 還覺得自己就是 哇 我有高級貨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有很多口紅 然後他的 裡面就是 買口紅 然後送你一個妝前唇刷 那其實這兩個的價位是差不多 是就有點就是 買一送一的感覺 我就覺得天啊 太優惠了吧 然後我就買了 然後我還覺得很開心 然後很多比較好看的顏色 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 也是我覺得蠻不錯的顏色 他比較分一點 然後他還送你一個 我覺得超酷的 他還送我一個那個 我沒有在業配喔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悅 就是 他還送我一個 貴賓專屬唇膏科字服務卷 就是 他就是送你一個卷 你就拿這個卷跟你的 口紅 然後去 他指定的專櫃上面 然後他就有很多圖案 你可以選 然後他可以刻字 刻你的名字 六個英文字母 你可以刻字在上面 那因為我還沒有刻 因為我今天才拿到 我覺得超酷的 然後 我就要 找一天去刻字 對 然後我現在塗的是另外一個 對不對 很酷 就是口紅還可以刻字 我就覺得天哪 而且我真的覺得他的 他們的口紅就是很漂亮 就是很酷的樣子 這樣轉出來 然後就是 真的很好看啊 然後 而且他的味道我很喜歡 就是他有一個 香香的冰淇淋味道 香草的味道 對 他自己專屬的口紅 真的不見就不用怕被拿走 或是 因為這種外觀很像的東西 很容易 跟成員重複 就大家可能都會拿錯 就你如果自己的名字 就很方便 耶 然後那個妝前唇霜 也是我之前一直很想要買的 就是他就是有點像是 因為你如果直接嘴巴乾乾的 就是塗 口紅上去的話 其實效果會不好看 這也是我之前看那個 宣傳影片看到的 就覺得好酷 他就是 你如果口紅太 你如果嘴巴太乾 塗口紅的話 就是會很容易會有唇紋 就是會有那種 紋路 然後 比如說你要塗一些 比較霧面的 或是比較乾的口紅的話 你如果先用這種 唇霜 妝前 就是畫 畫之前先塗這個的話 好像就是會 比較 不會這麼的乾 對 先滋潤 對 乳酪飯 get的到 讚讚 所以我覺得超酷的 然後我就 今天早上 雖然包裹是9點 早上到 好看 可是我還是很開心的起床 去靈活的包裹 天啊 超開心 對啊 其實 就是我也發現說 原來 化妝真的有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可以 去提升的地方 就比如說 像是你 平常臉就是要保養好 才不會長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這樣你化妝在臉上才會好看 光光啦 可是我現在塗的不是那個 我現在塗的是另外一個牌子 就是我現在塗的是贈品 因為 我買的 因為他們 就是也做活動 就是你買兩支 他們專櫃的口紅的話 他們就送你一個 就是 試用品 它試用品的贈品 可是它就小小的 它本體應該這麼大 我好像有它的牌子 另外別的顏色 可是那是我好久以前買的 欸可是我 我有買兩個 它有兩種 可是另外一個被我用到很髒 因為都很久以前買 就是 就是 金管嘛 它有出 它的就是很基本就是金管 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 這是我大概2019年買的 我那時候去日本的時候 然後在免稅商店買的 然後就 很開心 這是我第一次買這個牌子 然後 我後面還有買 這個被我用到很髒很破 這是我後來買的 一個 它是 液態的嘛 就是這種 塗上去的這種 對啊 這兩個我都蠻喜歡的 然後 我要先切個格 然後 它這個就比較 容易 我不知道推銷 只是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悅 反正我就是買了兩支 然後它就送了一個小小 這個小小的真的很可愛 你看 它就是長這樣 超迷你 的口紅 我覺得很可愛啊 然後它就是現在 嘴巴上面這個比較 深一點的顏色 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塗哪一個 所以我現在想要看直播 兩個塗起來會長這樣 跟大家分享我的喜 你要看口紅過去 應該不會過去吧 嗯 口紅斷掉的話真的會很難過耶 要把口紅卡掉 嗯 嗯 我可能擦的沒有很乾淨 可是應該沒關係 好的 我要假裝我是美妝博客 它就是可以 讓你先塗這個 先塗在嘴巴上 然後 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慢慢一下 然後 我等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為什麼那麼晚開播 因為我又提早 忘記提早把浪子載回來了 然後再塗上去 直播 它這個好像蠻好看的 可以 不能 你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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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不摸 摸 搶 摸 摸 摸 尋找一下 最近心情很好熱 就是買口紅這件事情 我真的很喜歡就是各種節日 就是各種節日 就會有各種 促銷 各種打折 然後我就會各種花錢 我真的很喜歡 雖然最近真的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沒有辦法 把口裝拿下來讓大家看我的口紅 可是我之後恢復公演的話 就會每次擦不一樣顏色給大家看 不然孔也是女生的生命 雖然可能聽說男生不是會覺得說 每一個口紅顏色看起來都差不多 但我相信就是眼睛學亮的大家 應該都是知道還是有點差異的啦 對啊 比較粉一點 好像比較好 所以我今天在後面貼了我的派利德 因為我的新的膠帶終於到貨了 所以終於可以貼東西了 不然我之前是連膠帶都沒有 的一個非常困難的一個人 我喜歡第二支 對嗎 謝謝 那我們今天擦這個 讚 我自己也很喜歡 兩支都喜歡 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看的顏色 大家可以 多看一下 我今天是美妝Youtube的玻璃 沒有啦 但我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喜歡的口紅 你不怕熊熊會破壞你後面拍利德嗎 應該還好 因為熊熊現在正在睡覺 我每次剛好直播時間就是他的睡覺時間 現在 他最近的作息比較規律一點 沒關係大家就是增長一些知識 某一天一定會用到 賺錢就是要花的啊 既然小黑黑的媽媽這麼酷 可以買拍利德保護套 荒男有買 喔阿正是不是很多 我之前阿正抽過蠻多拍利德 還有生日會的 對吧 我們有很多拍利德 讚讚 我之前都會買那個 就是 吊飾的保護套 在安利美特 或者是網路上面會買那種 吊飾的保護套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收集吊飾 然後我就怕吊飾會刮傷 還是 會髒掉 所以我就買很多保護套 然後就是會套著他們 然後帶出門 因為他是透明的 所以你就是也看得到 你的寶 你的寶貝 非常清楚的在那邊裝可愛這樣 嗯 三騎聲 對啊 三騎生是從今天開始報名的吧 今天看官網上面是這樣子寫的 就是我們現在正在招募新鞋 歡迎如果你是12歲到20歲的女生 可以長期女生可以長期在台北競爭活動的話 都可以來報名我們的三騎生徵選 那這個徵選預計是 收報名表收到3月底 3月31號 然後我今天有仔細看了一下 它是寫說4月 預計4月會有 它會有面試書審面試 然後還有 還有什麼 之類的嗎 9月寶寶 對 我們9月出生的孩子可以多多報名一下來陪伴我 好多關卡 對啊 其實當初二騎生的招募我其實是沒有很理解 就是我自己沒有很熟知它的徵選過程 因為感覺相較於一騎生的徵選來說 二騎生的徵選是比較沒有那麼透明的 然後一騎生的徵選就是一個非常透明的模式 就是各種跟大家互動 那時候好像 我記得我們一起生那時候是報名表也是交大概一個月嗎 然後下個月就開始 那個時候我交了報名表 我記得我是在一間7-11裡面交報名表的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要去打工 然後去打工前就把報名表送出去 然後報報看這樣子 然後 收到書 其實收到書 收到面試通知那個時候 我已經忘記我有交報名表這件事情 然後 收到以後才突然就是 欸 我就來收到了 面 就是 面試通知 然後我就覺得很驚訝這樣子 然後 那時候就是有一個面試 然後他的第二關就是要 面試你的 自我介紹 跟你的唱歌 清唱 那時候我是唱 戀愛的幸運餅乾 因為那時候不知道要唱什麼才好 我想說欸 既然我都參加AKB的 就是AKB姐妹團的 征選 那我應該要唱AKB的歌才對吧 然後那時候就查 AKB有什麼歌 我可以唱的 然後我就發現 那時候不是品安他們跳那個 品安不是跳那個 戀愛的幸運餅乾 他們剛好都高中生一起跳那個 戀愛的幸運餅乾 然後我就選了這首歌 然後就 唱了戀愛的幸運餅乾 然後 跳了舞 有跳一小段舞給評審 欸 那時候好像本來沒有要跳舞 可是評審問我 會不會跳舞 我就說有在跳 然後他們就叫我跳一段 然後就跳了一段 最近在學的舞這樣 然後 那時候面試完以後 就進去一個房間 開始排隊進去 然後那時候是TAKESHI-san 大家記得TAKESHI-san嗎 那時候TAKESHI-san就是 在舞蹈教室 然後就是大概一批一批人進去 然後 他會有一個 關卡是要你去 學一小段動作 然後大家一起跳 看你的肢體協調度 之類的 這樣子 然後 全部的 面試 結束以後 就一樣就是在家裡等 通知 然後 第三階段就是一個 比較透明的 一個階段 就是 開始進入的那種 人氣 評選 跟一些活動 像我們那時候不是 去了 牙冠賽 去了那個 棒球場表演 然後 還有一些人 錄了一些蠻有趣的影片 還有人去裝進 不是就是錄一些影片之類的 或是跟一些網紅合作 然後 那個時候就是可以 有很多機會讓 一些 才剛剛接觸我們的粉絲 開始 認識大家 然後對大家產生一些興趣 然後開始有那種支持的感覺 就是那種 因為我們是一起生 就是我們沒有前輩 所以我們沒有基本的粉絲 應該是說那時候才開 就可以開始 累積一些我們跟粉絲之間的感情吧 嗯 這種感覺 那時候也會開直播啊 就是 欸 可是那時候是在這個平台嗎 有點忘記 那時候也是在 就是台灣的直播平台 然後 開直播 然後就是大家都可以自由的 開直播 跟大家互動 喔 Live Me 對 Showroom是一直到 TP成立之後 才開始 播的 播個 然後我們 三省其實 進行還蠻長段時間 我們每週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每週都會有個課題 天啊 我真的覺得就是 我放棄了所有要加進來的人 我這好像應該很多人講過 就是大家真的要 把 自己弄得好看一點 對 天啊大家不要被夢想沖溫頭 然後就做出很多讓自己後悔的事情喔 對大家 大家 衝動 要控制自己的衝動 大家不要 衝動 然後做讓自己做很後悔的事情 對 像我那時候跟林潔星就錄了很多 讓自己很後悔的影片 對 應該都三 什麼都沒看過 一系列黑歷史準備 對大家小心一點 我喝個東西 也不會啦 沒看過假日 要不要去看 反正就是 應該是我每週都有不同的主題 然後那時候就是 畢業開始是 誰的看誰的創意比較好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創意比較好的影片 我會被刊登在那個臉書上面 天啊小義 你是我們 可能 畢業以後第一個會解決掉的人 就是你 你竟然蠢的這種東西 一來比起死我 是怎樣 不大家會聊到今天那個cover 可是我們現在在聊三騎聖 跟徵選 反正那時候就做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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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對然後 反正奉勸三騎聖大家要加進來的話 就是 你要先想好一件事情 就是 呃 其實你一牽進來 並不會是 短時間的事情 你牽進來是一個 長期的 就是你要做偶像 你一定是做長期 你不可能坐一下就走 我不知道啊 可能就是 我們沒有這個例子 反正來這邊的人都做了很久 所以 你要有一個你可以真正 你真的 先確定你自身的狀況是可以 定在這個團體 定這麼久 對我現在講個很現實面的東西 就是你 要先確定你自身的 可能你的 狀況 可能你沒有你什麼 想要去哪裡還是幹嘛 像我那時候就是一個 明明明就沒有確定自己自身狀況就簽約的人 可是我自己 後來決定我要留在這裡這樣 就是我其實那時候一直很想要去留學之類 可是 我後來決定 先暫時專心在這裡吧 未來有機會再說 可是 就是 這一點 是為了就是 讓真的有這個計畫的人 就是大家要先三思過 然後 你如果真的 夢想大於這邊 的話 大家就可以選擇這裡 然後還有就是 大家哭的時候哭好開念 就像李嘉義講的 李嘉義講的 李嘉義講的 李嘉義是你們的大學姐 她說 要哭就要哭好開念 因為那會留一輩子 欸真的欸 這是我們 線上公演那個時候 舞蹈老師也是跟我們講說 不要跳錯 這會留一輩子 然後所有人就屁屁抓 超可怕的好不好 欸我跟你們講 就是 你們真的不要覺得就是 就是說 開個瘦臉 就是 真的不要覺得說就是 你 有些東西 有些影像還是有些畫面 就是你草草帶過就好 因為真的 有些東西真的會留一輩子 對 嘴巴要遮起來 所以大家都要做好這些準備 對 然後 服裝也要挑過 我是不知道服裝的標準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穿的也是 沒有說就是到很 很 歐沙蕾的那種感覺 很時尚的那種衣服 就是我 那時候高三 我也沒有那麼多 時尚的觀念 就是我也是一個很樸素的小孩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穿了一個T恤 配個牛仔褲 我就去參加整選了 然後 我個人就是比較沒有 但是你就是 加入團體你的服裝品味 真的是要一直在升級啦 就是我們那時候也有上過 也有被講過 就是被 以前的姊姊講過說 就是我們衣服 穿搭可能要再進步一點 因為畢竟 穿搭品味也是一個 印象問題 這真的 對大家不要穿太土 我覺得你的人格特質 會從你的談吐中出現 所以就是衣服 可以有自己特色 可是不要太強烈 對啊 認真考慮也是你的人生規劃 就是你要先確定 你可以一直定在這裡 不然你如果 一直分心的話 這對你來說也很痛苦 就是你要專注 你把心力都投在這裡 你把心力都投在某一個地方 你才可以全力的去做一件事情 你才不會有 一直要去顧慮別的事情 就是 你可能在做偶像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想說 可是我也很想要做這個怎麼辦 我現在還要在 這裡 我還要怎麼做才好 就是不要這樣 這樣會很累 所以你要就確定在這 要就確定在那 就是這個要想好 對啊 然後如果覺得 我唱歌跳舞 可能沒有 特別拿手的 或是特別厲害的地方 其實也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這個地方就是 在這個 感覺在這個團體 並沒有特別的 會要求你 一定要是完全準備好的 實力是完全準備好的狀態 就加進來馬上就可以用這樣子 也沒有就不進來 其實 這裡也是一個會給你很多機會的地方 就是你如果這個不行 可是你有什麼別的專長 那這裡也是你的武器 有些人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大家 不用對於 覺得自己實力不足 怎樣 就是太過於在意 就是反正先抱抱看 有機會就抱 抱也是一個機會啊 之後 對啊你如果肯努力肯學習的話 你有一個謙虛的心肯學習的話 其實 正常都會進步啦 我覺得一期二期 大家其實都 跟加進來到現在 其實大家都進步了蠻多 真的都看得到的 喔我突然很 以富人了不起的樣子在講話 笑死 大家 而且我們這次招募年齡 是12歲到20歲 其實就是非常非常 恩應該說非常小的一個range 就是年齡偏小 我們這次招募的成員改進來 都是十幾歲 那身為一個22歲的人呢 我覺得必須要 要告訴大家 就是 要記得 徵求爸爸媽媽來同意喔 因為招募進來 如果要簽約的話 是要爸爸媽媽同意才可以簽約的 你如果沒有20歲的話 你要簽約的話 要讓爸爸媽媽同意 對的 然後你們要想好說 你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可能會影響到你們的學業 也有 在這個團體其實也有 完全不受影響的 就是有人就是跟怪物一樣 就是可以讀書讀得很好 然後又可以 在這邊做事做得很好的人 其實 不是沒有 可是你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是怪物 對 就是因為你 以學 就是你在這裡 常常我們有時候 有一些活動 可能 就要請假 不然就是有一些工作到很晚 然後你們可能 國高中生的人 隔天還要上學 然後就會比較辛苦 然後就會比較辛苦 可是 這裡也不盡然都是一些辛苦的事情 就是還是有很多很棒的部分 就是 像是我們每個月都會有固定的功能 所以你加進來 你有等你分到的組以後 你就會 應該是會分到組之類的 反正就是你加進來以後 就是有很多固定的舞台可以表演 可以表演 然後你有 平台 你有 很多人可以照顧你 就是你應該 可以交到蠻多不錯的朋友 然後有很多表演可以 至少我們的表演是非常固定的 就是我們真的 每個月固定都會有表演 所以就不用擔心沒有舞台 就是這樣 對阿如果你是想要表現自己的話 就是非常歡迎來 如果你是很喜歡唱歌的人 也可以來找我錄影 非常歡迎你 我確認跟我一起合作 你們看我連續 合作兩次都是同一個人 我沒有朋友 這個東西 對阿 對阿 然後如果你加進來的話要減肥 就是 也沒有說 如果你很瘦的話 應該就不用減肥 可是如果你加進來 可能就是要面臨 必須要減肥這件事情 所以你就不能夠快樂大口吃 雖然過年的時候 很多人都快樂大口吃 可是 平常是不能 就是太 不管身材啦 大家就是要 大家就是要 控制身材之類的 我已經變胖了 太過分了 並沒有 我也有bro阿 有 對的 體重機告訴你 請 你才沒有變胖咧 我只是忘記開瘦臉 因為我平常開浪Live開瘦臉 我今天重新下載 然後我沒有放瘦臉 現在是完全的我 對 我們就是 除非是像李夢純那種比較 比較 比較 意外的條件 比較意外的那種人 就是他們可能 沒有問題 我不知道欸 我那時候 我現在已經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可以跟三級生講什麼 反正就是大家加進來就加油 然後不要覺得我很可怕 因為我沒有很可怕 我只是聲音很低 臉臭了一點而已 謝謝 希望我不要嚇到人 歡迎臉比我臭的人加進來 這樣子我就不會是臉最臭的那個 應該找不到第二個聲音比我還低的人吧 對 我們 強烈歡迎 聲音比我低的人 來當新的 炮火 集中處 結果發現沒有辦法 就是 有辦法找一個聲音比Mina高的人進來嗎 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像Mina這樣的聲音的人進來 男生才有辦法 太過分了 笑死 欸 什麼意思 絕對不可能好嗎 搞不好男生加進來然後他的聲音都比我高 對我現在在直播間 記得把浪載回來 我會的謝謝 應該會有吧 謝謝安慰 我不知道欸 就是大家聲音如果 你就會覺得自己聲音很低 還有沒有自信 沒關係可以加進來 因為還有我幫你撐著 找一堆低音炮 公司買不到適合的那個 對啊我們就要換另外一個路線了 我們就要換另外一個路線 我聲音比你低 不可能吧 我跟你講我覺得我錄團前 我的聲音還更低喔 就是我以前真的是完全不會 啊我是波鈴 就完全不會有這種音調 我就是只會這種聲音去聊天 所以我以前的 而且我以前不會有那種歐包 所以我以前聊天就是非常的放鬆 所以我聲音就會比現在更低 然後我覺得我加進來這邊以後 可是我跟太多人相處 然後我就開始 跟著大家一起講話 然後聲音就越來越 有變高一點一點 一喵喵 對啊AKB的歌都很高 欸就算聲音低還是可以唱一些高音的 你只好願意肯練的話 你聲音很低還是可以唱高音的 對這是我必須要強調的一點 我高八度跟你差不多 除非尖叫 尖叫叫怎樣 我真的還沒有尖叫過 我發現我聲音低到我沒有辦法尖叫 就是可能一般人講話的聲音 我們團員一般人講話的聲音大概是在這裡 然後尖叫離他們大概就是這麼近 我的聲音是在這裡 尖叫離我是一個很遠的路途 所以我必須要啊 像台哥那個片段的聲音嗎 台哥 你現在像現在聽到這首歌 我完全沒有辦法唱吧 對其實 唱歌低音跟高音都是一個 很困難的部分 就是你低不下去跟你高不上去 都是一個 低音跟高音都是要練的 台哥 Ecos love 欸有沒有看到我那個 Do love me我都唱得上去了 可惡 那個真的重錄超多次的 我們一開始 我一開始會找林潔心去錄這首歌 真的是非常的突然 對我們來聊一下那個cover部分 就是很謝謝大家的支持 就是我們的觀看次數已經超過再會了 果然就是這件事情告訴我 果然好好拍個影片才是蠻重要的 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因為這次找了比較專業的朋友來幫忙拍 所以這次的影片觀看人數真的是比 才一天就超越再會了 就是再會現在的總觀看 我覺得很可惜 再會是一首好歌 可是我沒有給他一個好的影片 對 然後我一開始我想要跟解心cover這首歌呢 就是因為 因為 也沒有什麼想法 我們兩個就是想唱歌 可是不知道唱什麼 然後我就隨便亂滑我的歌 突然滑到這首 可是我們兩個覺得這首歌太可愛了 就是 想不到有什麼機會可以發 然後我那時候是一月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欸還是我們二月情人節的時候發 然後我們就說好啊 然後 就開始錄 然後 混 然後 找朋友幫忙拍 然後還跟公司借到了 二月生寫真的衣服 非常感謝公司這部分的支持 欸真的 這首歌 很適合在情人節發 我那時候很擔心 就是沒有辦法在情人節前把它用完 如果沒有用完的話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發 可能明年情人節吧 不然我們真的是無法突然發這種歌 就是沒有理由 你知道嗎 這首歌很可愛 然後它的聲音 它的音節也蠻高的 然後就是 可以有很多互動 因為拍的朋友跟我講說 就是 欸你們要多點動作 不然這首歌那麼動感 你們不動的話很尷尬 三一隻白色情人節可愛 可是白色情人節 不是男生送給女生的日子嗎 這次cover超讚的 謝謝 我真的很開心 謝謝大家 我每次發cover看到大家這個反應 就覺得哇很值得這樣子 真的很感謝大家 這次的觀看真的是 飛得很快 就是歡迎大家可以多多繼續分享 那分享 就是分享數也是非常的快 我覺得很感動 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 我以為大家會比較喜歡 像再會或者是 Homura那種演那種歌之類的 結果沒想到 這麼王道的歌 大家也這麼支持 謝謝 我會繼續做我的cover計畫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繼續多多支持嗎 我比較喜歡再會 我其實也很喜歡再會 只是再會 我覺得再會 因為我跟結晶是第一次 我們兩個應該結晶不是第一次 就是我是第一次 自己混音 然後或者是自己去研究這些錄音的事情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混的沒有那麼好 然後 背景音樂跟 人生的比例其實也沒有拿捏好 這樣子 可是我是很喜歡這首歌的 然後 反正呢 Do Love Me Totze Zen Do Love Me 就是一首非常可愛 然後就是一個 在鼓勵 他的歌詞就是一個 在鼓勵 想要告白的女生 鼓起勇氣告白這樣子 然後 坦率的面對自己心意的一首歌這樣子 我就覺得說 哇好適合在情人皆發啊 我就是叫大家趕快去告白啊 這樣子 天啊 對 然後就是 一開始真的沒有想到要穿什麼衣服 然後就突然想 欸 我們是 就是我正在修我的 二月生血症圖片的時候 我突然就是想到 欸 我如果二月發 那二月生血症的衣服是不是可以拿來用了 這樣子我還可以就是 不用擔心我的衣服 會跟潔心的衣服顏色不一樣 這件事情 我們本來一開始要穿便服 對那個甩應援棒那段 大家應該有 印象就是 是我之前 跟小迪 一起甩那個應援五個 這是我偷偷放進去的一個小彩蛋 反正 對這次弄得超快 這次跟再會比起來 真的弄得很快 而且品質還是再會大概兩倍 我覺得這次企劃我很開心 就是我覺得就是 如其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覺 真的很好 對然後接下來就是 靠大家宣傳跟分享 這樣 我覺得大家真的就是 我只要求就是 大家就是幫我 多多分享 就是不管我平常是貼文還是 我平常的一些cover翻唱 或者是一些 一些東西啊 有時候可以幫我剪一剪 然後丟上去 因為我不能夠使用YouTube平台 所以我就很可惜 就是大家如果有什麼 覺得 喔直播怎麼有趣的片段 或是有什麼 覺得 我IG發的東西很有趣的話 大家可以多多偷偷幫我分享 在一些論壇 或是一些YouTube之類的這樣 其實這個是一個 很有 辦法吸引到 新的人關注的一個方式 只是我自己沒有辦法去 YouTube 對 可是我會 我會努力 就是徵求 有什麼 我會努力去 問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 更加好去宣傳這些東西 這樣子 可是我還對 然後我也會 跟大家保證 我也會就是 繼續去做這些企劃這樣 就是我唱歌企劃 幫我自己做的蠻開心 尤其是現在我發現我 好像可以 雖然我自己混的 並沒有像 之前錄音大哥 幫我混的這麼好 結果這次請阿布喬 錄音大哥 他是我們 就是一個 我的錄音 我們的錄音大哥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是請他幫我們 你們也可以去關注他的 IG 就是 阿布喬也可以去看他的 YouTube頻道 他自己也有在 錄Cover 然後就是他這個 就是也是跟我講 就是會發些他自己喜歡的歌 然後錄Cover這樣子 對 他其實也是一個 蠻有才的人 現在可以去關注一下他的賬號 然後還有羊毛 反正就是 現在自己混 然後好像就是效率會比 應該不是效率問題 就是 應該是說 不太好一直一直麻煩人 就想要自己試著做做看 這樣 對啊 我覺得每一次都會進步 然後我也會問潔心一些 混音相關的問題 可是潔心我會很擔心他會不會教錯我 他說我不是專業的喔 如果我教錯你會很尷尬 我就說沒有關係 你把你的經驗分享給我就好 好 Dolove Me有在柏林哪一本書 沒有那個是情書 它是一張卡片 只是它看起來很像書 我裡面有準備很多道具 就是在Dolove Me的那個影片裡面 就是我有準備 那個 我準備應援 手燈 然後還有準備 然後還有準備 一封情書 所以就是 都是一些 小看頭 這樣子 真情書 可是裡面是沒有內容 我以為是手掌 對 因為它那張卡片長得比較 可是我覺得那張卡片很好看 它是一個天空色的 天空 喔對 大家可以去看我的IG 精選動態的封面 我真的把它換成了一排天空 我就跟人家買了 其實我去請人家幫我設計 就是你在 那種網購上面可以 有人請人家幫忙設計 然後圖片然後就可以擺在那邊 花了我150塊 哈哈 然後我就請人家設計了天空圖案 然後剛好跟我的 舞丹 頭貼就是蠻配的這樣子 對 我最近真的瘋狂敗家 不要提了 天啊 我最近真的是瘋狂買東西耶 我最近 買了超多熊熊的東西 我最近去領了那個熊熊的窩 就是我買了一個 它毛毛的 那種 最近不太流行 貓咪有那種毛毛的那種窩 可以讓它睡覺 熊熊完全不睡 超難過 它完全不睡 然後我還買了 這個 因為最近不是很冷嗎 然後我就買了這個 法蘭蓉 的這種 毯子 然後我就鋪在它那個跳台上面 就是它可以在上面 然後它現在也完全沒有睡那個 真的很可惡 臭熊 小臭熊 它竟然沒有睡我的 幫它準備的毯子 欸 我每次都花超多錢買那個 它的東西給它 它除了玩具以外 其他東西都不靈情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上面沒有它的味道 就是它現在躺的那隻IKEA熊 也是它經過了很多 折騰跟很多掙扎以後 你不用我來用 對啊 我現在頭都會躺在它的那個心臟上面 那已經變成我的枕頭了 啊 這買什麼鋼彈啊 我最近買最多就是 前幾天買最多就是彩妝用品 就是我真的買很多口紅 而且 我前陣子不是去 去人是把我手機弄丟嗎 然後那天我買超多彩妝 因為我就是 覺得很不好意思 讓人家幫我找了那麼久 所以我就買了很多東西 幫人家充業機 還有 最近還要花什麼錢 跟大家報仗 我最近在吃上面反而沒有花那麼多錢 可是我最近真的是在一些 外在的東西那邊花超多錢的 我好像 我最近還想要買那個AirPod的殼 然後 我還想要買手機殼 我還想要換手機耶 天啊 我真的很多想要的東西 可是我只有想 可是我並沒有要實際去做 改了4000多塊 天啊 因為我其實過年剛領完紅包 然後我其實不是很想要那麼快花掉紅包 因為我去年領了紅包 我並沒有把它花完 就是我留到了今年 只是我不知道我放到哪裡去了 所以還要找一下 然後 今年的紅包領了還沒有用到 可是我就會很想要 我就是領完紅包 就會有一個自己變有錢的錯覺 一TV的夢想手機 而且我的照片就是有三四萬張 對你們沒有聽錯 就是我的照片有三四萬張 我就是懶得放在電腦 我也隨不得刪 所以就是這麼多 所以我就 正在思考 要不要換手機 就是我沒有要把舊的手機賣掉 我想要一隻手機 因為我的空間真的不夠我玩遊戲 所以我想要一隻手機拿來直播 然後拿來拍照 存照片 然後一隻手機 其實比較畫質比較好的那一隻 然後 舊手機可能就拿來打遊戲 三萬張同胖 耶 我終於找到了跟我一樣 就是手機有幾萬張照片的人 聽說林語心的 相簿裡面好像只有幾百張照片 我就想嗯 通常幾百張照片 不是只有男生才會有的問題嗎 但他好像都是發完就會刪掉 可是我其實很多 我IG發過的照片 我不會馬上刪掉 所以我最近會開始 就是 發完就刪掉這樣 可是我每次刪完都會覺得很捨不得 可是我就很喜歡那種 隨點隨看的那種感覺 然後有時候很無聊 你就可以去翻以前的照片 我想說我出門就帶兩台耶 然後一台就是 就是 玩手機的時候 就是可以用另外一台 就是分享那個網路過去 單細胞兩萬八了 加油加油 你快要 抵達我跟叔叔的三萬門檻 手機三萬張照片 好像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 你肯定會不見 這個很危險 感覺 會 又感覺不會不見 你有兩台手機 現在沒有 而且我很喜歡就是 不是很多成人都會邊 滑手機 然後邊跟大家開直播 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只有一台手機 所以我每次開手機 我想要給大家看什麼東西 我都沒有辦法帶 我都沒有辦法打開 因為我就是 只有這隻手機 它正在前面開直播 我就沒有辦法給大家看 我只能給大家看我的臉 我可以繼續努力 我可以繼續努力 對你可以多存一點我們的照片 可以多存一點Bullet的 Cover的截圖之類的 然後你可以順便去 限動分享 會很浪 還好 雖然不會很浪費一點 我最近嘴破 所以我最近這邊很痛 就是它破在裡面 古丁的旁邊 五萬張照片 哇 小黑黑你有超越我們 我們直接輸 你們知道斷舍裡嗎 就是 就是 就是把東西 就是我 我是一個很難 做到斷舍裡的人 就是我 家裡有很多東西 都是從以前留到現在 然後我都捨不得丟 可是我明明現在都用不太到 可是它就是一個回憶 然後我會 沒有辦法放下那些回憶 我就會 一直把它留著 像是 我國小的一些課本 我國小有一些 比較喜歡的科目 比如說國文 然後裡面會有很多我的塗鴉 就是 我可能是畫裡面的人物之類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那些東西 其實是我的回憶 然後我就把它留著 那種數學課本 通常都是空白的 不然就是 沒有什麼東西 就只有答案 然後就會丟掉 再也不想要看到的課本 就會把它丟掉 然後會想要再看一兩次 那種就會留下來 可是到現在也沒有看 不然就是聯絡簿 聯絡簿也一定會留下來 因為聯絡簿就是裡面會有那種日記 週記 然後你就可以看你以前到底在寫什麼鬼 然後 那種單字本應該就會丟掉 就是那種寫功課的單字本應該會丟掉 然後都會留一些就是比如說有日記啊 還是有一些回憶的東西在裡面 在我的書櫃裡 所以我書櫃就是 打一個飽和狀態 然後到我現在上大學 我現在上大學以後開始會賣課本 就是我 以前應該都不會賣 然後我一直到上大學開始 喔可以賣課本這種概念這樣子 就是 你常常就是比如說你生 我大一生到大二的時候沒有辦法賣課本 所以我是轉學生 所以課本不通 然後我大二生大三生 我那時候想過要不要賣課本 就是我可以 我現在就是想說要不要把我大二的課本 賣給現在大二的學歷妹 因為我其實保存課本都保存的還蠻好的 50週 所以就 我真的是很便宜賣 我賣掉課本 完全不是因為我想要賺錢 完全就是因為我想要把東西清掉 可是我不想免費送別人 所以就 因為我都買新課本 我很少跟學姐學長收 舊課本 我不知道 我就是喜歡買新的 可能我不想要收藏別人的回憶 而且很多人都喜歡收 因為很多課本上面 裡面都會有那種習題 然後 你通常如果收學長姐 他們都寫好了 那其實你也沒有練習的機會 可是有些人就喜歡收人家寫好的 這樣老師問問題 他就不怕不會 因為日文系真的很 日文系的人程度都很兩極 就是很常會遇到那種很厲害的人 跟很初學者的人 然後有時候老師上課 進度太快 其實對初學者來說是一種壓力 老師問你問題可能 學過的人就會回答得很輕鬆 可是初學者就會回答得很有壓力 就是恨不得不要被點到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買了一本 學長姐幫你寫好的課本 就會非常方便 教到哪裡你就念到哪裡這樣子 我超需要寫好的 對啊 你知道就是 你知道就是上大學真的賣課本 你知道 新學期就會看到 然後學校的各個角落 充滿了在交易的人們 大家都在賣新課本 跟舊課本 而且上大學還要自己買課本 就會覺得很麻煩 通常班上都會團購 可是你的時候沒有跟上團購槽 你自己買就會很麻煩 我記得我那時候二年級轉學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知道大家在用什麼課本 然後 我還要一個個去問大家 然後問完又再自己去買 超麻煩 那時候都很孤單 可是上大三就不會 大三就跟大家一起買 大三就跟大家一起買 二下一次 二下一次跟大家一起買 三個年級都不同版本 怎麼那麼心累 細半沒賣了 我們通常買課本 都是要去外面買 跟書商訂 然後它會送到細半 然後我們再去細半拿 上面都是我的控制 欸對啊 我有時候有一些課本 字太醜 或者是 就是你有時候寫字 可能會寫很隨便 然後不然就有什麼塗鴉 你不確定你沒有把它擦乾淨 你就我就不會去買那些課本 因為我很怕賣了以後 人家打開看到裡面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嗯 有一些蠻有幫助的課本我應該也不會買啊 可是 還OK 目前應該都是可以賣的課本 你就會想到 啊這是三週年的那個時候 我們的那個同行證 這樣子 然後可以拿出來 明明這種東西拍一張照留著就好 結果 大家都會想要留下來 我也算了 深血針那些也是 我現在 我現在 我發現我身上還有一點 汗水的味道 因為我們今天剛練完 然後我剛才衝回家直播 我想說 欸 我在想說 我把SING擠在同一天 看起來會不會比較好解決 所以我等一下下部我趕快去洗澡 TP學認證了 TP學認證我不能留啊 因為要送給你們 對啊 欸我覺得我TP學認證 被收的沒有很好看 所以我其實沒有很認真的 拍完它 我沒有很認真的拍它 可是我有拍 可是我在想要不要發 因為我的TP學認證 我覺得被收的有點 我自己沒有很喜歡 可是別人都很好看 只是唯獨我的 就覺得好像有點 的感覺 所以大家就是 那不是用抽的嗎 對啊 學認證不是用抽的嗎 就是 我們二月的深血針油 要送大家 就是我們身上 掛的那個學認證 所以我們不會有啊 因為要送給你們 就是掛的 我們掛的 真的是掛在我們身上的那個 有名額限制吧 一定有啊 就是 應該就是幾個成員就有幾個 幾張這樣子 只有一張 就是你們應該就只有一張 就是一人 一個成員一張 所以大家就是加油 我其實沒有很懂那個遊戲規則 他是怎麼樣 他是 你是買七包嗎 還是你有買就有資格 他是隨機抽 可以選人嗎 不能選 不能選成員 大家加油啊 一包一抽不能選 可是我覺得 相比於去 上個月那個 契兒的棋子 我覺得 可是契兒棋子只有一隻 又是一個很神秘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就是 這一次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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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證就是比較有質感嘛 就是他是一個 真的是學生證 上面有寫字 然後寫出生年月日 然後跟什麼入學時期 這樣 就是我們出道日這樣子 然後 然後放大頭貼 就是弄得真的很精緻 然後 我就覺得好像還蠻值得 收藏這樣子 我沒有說契兒棋子 其實不值得收藏 我是說契兒棋子 比較沒有那麼精緻這樣子 可是他只有一隻 所以他好像相較於學生證 又更厲害 那三月的生血證呢 我不知道三月的生血證 有什麼東西可以送耶 如果有東西可以送的話 他們會講吧 大家不要 想要套我話 我跟你講 三月生血證是我很期待的 就是大家感覺又會是一陣驚呼 反正就是 大家可以期待三月來 我個人是 如果要問我說 123 4月 最喜歡哪一個主題的話 我會說我喜歡三月 對 應該跟大家講 零零也很期待三月 等大家看到三月就知道 大家不要去討好話 我怕不小心講出來 說到這個還沒有買生血 趕快趕快 遇下單 指定柏林 每個月都這樣講 我當時每個月都這樣講 我從來都沒有說過 我很期待一月二月 但我也是全喜歡一月二月 就是我覺得我們今年的生血證主題 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因為一月就是 就是 一月就是 就是一月的主題就是 那種古典風的衣服 其實就是 它還蠻定番的 就是每一年的過年 都會穿那樣子 然後二月 其實還蠻有 蠻有那個的啊 就是蠻有創意的啊 你看我們追溯到 我們最久以前的情人節 是不是還在手上綁紅線 只有紅線欸 那時候 大哥大姐 我們那時候 手指上只有紅線 對啊 可是這一次我們已經見不到 有沒有馬車可以坐欸 有沒有馬可以騎欸 然後我們還有衣服 就很讚 可是 真的四個月比起來的話 我自己是喜歡三月 紅線很棒 是很棒 可是就是 比較偏 我們那時候比較偏陽春一點 可是就是 含義也是蠻棒的 沒有跟到這麼客難的時期 你可以就是 網路上面找一下 看有沒有辦法買到 那麼客難時期的生血針 它也是有一個 非常有一個紀念價值 像我們第一款的 萬聖節生血針 簡直應該也是蠻有紀念價值的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第一次的生血針主題 我是萬聖節是扮什麼角色呢 喔 網拍找得到 大家可以去收集啊 不要擠給我 因為我不想要 我自己要 那時候比較重寒意 而且那時候其實 萬聖節那個時候大家很興奮 就是大家那時候覺得說 大家那時候覺得說 就是 就是我們第一次有生血針 好開心喔 所以其實大家根本就沒有care 那件衣服 可是一直到了 我們已經經歷了三年的萬聖節 才發現 我們原來那時候的衣服其實蠻 蠻單調的 可是就是有一種 有一種青色感吧 就是 我們一直在進步 我們的 生血針一直在進步這件事情 小紅帽 對 我那時候萬聖節是扮小紅帽 我看到我剩幾% 我剩7%我還要剩7分鐘 我覺得應該可以吧 我在尋找什麼東西可以充電 如果我手機自己關起來的話 那我們直播就結束了 反正我再開個7分鐘 對阿 我覺得大家就是行動支持阿 我們生血針都沒有漲價 可是我們的品質一直在網上 對 我們的直播可能會裝出結束 因為還發電 這也太困難了 我不是魔術師 手機加油 好如果斷線的話就買新手機好不好 趕快斷線趕快斷線 應該說生血姐姐她真的很認真的在設計每一次的題目 就是每一次生血針的主題 她都我都看到好久好久之前就開始想了 然後她也會就是 考慮很多事情 然後 她的美感 還有她的道具 她就怕畫面不夠豐富阿 然後她就是會想很多 或是手做很多東西 我就覺得生血針姐姐真的很辛苦 而且她這次 其實她二月生血針 遇到一個蠻尷尬的事情 就是她的裙子 不曉得已經 應該是說是 二月生血針姐姐先準備的 可是 她的裙子 跟 未來的果實其實是相撞的 但是其實是 生血針姐姐姐先準備的裙子阿 所以大家 希望大家不要 抓這件事情 並不是拿現成的衣服 是 完全不同的衣服 對啊 因為 每個月能夠做什麼事情 其實姐姐她都 不想要太重複 她也會很希望粉絲看了會喜歡 所以大家可以 多多鼓勵生血針的姐姐 我很喜歡她 所以 生血針姐姐沒有很氣這件事情阿 我只是怕她會難過 對 大家不可以叫她未來的果實喔 大家要叫那件衣服 二月情人節 生血針 支超棒漂亮粉紅色群群 對 我們就這樣決定她的名字 我已經忘記她叫什麼 可惡 討厭 我看我剩幾% 我剩5% 我覺得我可以 真的太長了 大家可以回放再去看 把所有節日都拍完後 要做什麼主題 二月的果實 不行 二月的什麼東西 縮寫哪 請二月情人節 生血針支超棒 漂亮粉紅色群群 可以 可是我覺得我們本來 就不會再穿未來的果實衣服吧 我們那時候穿企鵝 感覺是因為企鵝有兩套衣服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穿企鵝 反正我們只是穿了企鵝 那就二月群群了 二月情人節群群 我知道我要先唸 我要先唸有鑽石榜面 我突然 因為如果沒有唸就關播 他這樣好像不太好 好的 第十名謝謝龍魂翔欸 謝謝龍魂翔欸 我是把他唸完 第九名謝謝小楓 謝謝小楓 第八名謝謝厚印 謝謝厚印 第七名謝謝波熙 大拇指 謝謝 第六名謝謝拼拼 謝謝拼拼 謝謝 第五名謝謝 九點半要準時 就請的小黑黑 現在已經十一點半了 謝謝小黑黑 謝謝 謝謝第四名謝謝 Loli 謝謝Loli 謝謝Loli 謝謝 謝謝 第三名謝謝中瑩 謝謝中瑩 謝謝 謝謝第二名 謝謝吉米粥 謝謝吉米粥 謝謝 接下來是第一名 登登登登登登 謝謝阿俊 謝謝 但我覺得其實制服拿來拍攝攝攝也還好 就是有一種紀念價值 如果武丹的制服拿來拍攝攝攝 我覺得應該大家也會蠻喜歡的 瞬間尷尬一下 打疫苗辛苦了 麻煩我還會再講個兩分鐘 大家請稍等我一下 我還沒有一個小時 對然後提醒三喜聲 不過直播如果播一個小時要播滿喔 你不可以沒播滿 因為這樣不會算時速 哈哈 可是我真的覺得直播就是有幫助於 聊天嗎 就是你會比較多話可以講 你可以學習多跟人家講話 我不是要好 大家三喜聲 三喜聲 要報名三喜聲的大家 乾巴茶 它是五月公佈嗎 其實蠻快的 我們那時候 九月開始報名 好像一直到隔一年的二月才公佈嗎 感覺已經快半年了 然後這次是二月底 誒報名到三月底 然後五月 它都預計五月公佈嗎 五月終神是不是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公佈啦 就是會有個舞台直接給他們亮相 比如說像這二喜那個 那個迷你房子之類的 我覺得快一點其實也沒有不好啦 快一點比較 就是節省大家時間 也不會讓大家那麼 那麼煎熬你知道嗎 就是你知道就是 你參加徵選 如果它是要給你省很久 真的是挺煎熬的 先說掰掰怕突然關播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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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應該不會突然關播 因為我們現在還剩下半分鐘 可是我們剩3% 追求一個馬上出道 對啊 快點才可以趕快來加入我們的公演 不然我們公演要沒人 趕快幫忙 快幫忙跳 大家如果 大家如果要加入的話 可以先練習 開始練習 reset啊 你們先開始練習 reset怎麼跳 這樣你們就可以 不用進來然後突然馬上 就要上就會練得很趕 你們可以先開始預習 對大家可以 因為我好想見你 可以跳別的吧 可以跳的吧 泡泡啊泡泡的不錯啊 趕快先練習前作 對 大家趕快先學檸檬的年紀 反正可以預習先 會跳我們的歌應該也是加分吧 大家可以先多學一些我們的歌 對 讚啦 烏猴烏猴 也可以 對啊 我是給大家一個方便 我是說什麼 就是提早開始準備你 之後才不用練十去回來 因為reset那麼多首 你要在短時間內 感覺感覺 這是你加進來又會像二騎生一樣 就是要在短時間內練很多歌 所以大家還不如就是 提早開始練習 才不用就是 我剛剛說破音嗎 才不用就是那麼辛苦 一秒一秒約好 對一秒一秒約好 欸 是要下...是要關播了嗎 因為我的特效突然不見了 好欸為什麼特效不見了 欸 欸 欸 我是不是要關播了 知道大家體力要練習喔 因為我們 reset真的跳起來蠻累的 欸為什麼突然沒有特效了 討厭 好要沒電要沒電 先跟大家說掰掰 我們下次直播見 好大家掰掰 每天到特效都不見 我都不知道原來每天特效都不見了 完了掰掰 大家掰掰晚安 趕快下次再來看我的直播 謝謝晚安 掰掰 小叔 小叔